所以帶您關注金華城弊案喔 今天北檢動作頻頻再有了新的動作 就在稍早9點03分的時候 確定是二度來提訊柯文哲 可以看到柯文哲從這個球車上走下來 依舊是穿著這個黃色的球服 並且還有這個藍白拖 雙手也是上銬的戴上他的黑色 符合看守所規定的眼鏡 不會看到柯文哲在走下球車的時候 和上次有所差別 因為他上一次被提出來的時候 還有抬頭看了媒體鏡頭一眼 但是今天他卻轉頭 跟這個法警不知道竊竊私語什麼 似乎可能是想跟法警說趕快走快一點 那面對這個現場媒體對柯文哲喊話 他也沒有太多做的反應 今天檢方二度再來提訊柯文哲 上次是9月10號的下午 然後今天9月13號上午9點 就二度來提訊柯文哲 其實才事隔三天而已 今天呢檢方是什麼 想要跟柯文哲釐清的部分 也很有可能呢 是針對這個金流的部分 有掌握到新的市政 因此今天要來再來跟柯文哲問話 包含其實昨天的時候就有提訊彭震生了 是不是兩個人的證詞 又要再來重複交叉比對呢 要知道昨天不止有彭震生 昨天還有這個傳喚的證人林周敏 因此呢 對對於這個昨天傳喚的人 他們所講的事情 今天可能提柯文哲 就是要來釐清相關的部分 而現在檢聯單位要追柯文哲的金流 就是希望可以來找到突破口 包含這個前天就有查扣到柯家的神秘保險箱 是不是對於這個保險箱的金流呢 檢方也想要好好的來問柯文哲 你對於裡面的錢知道多少 因為其實昨天陳佩琪的時候 就有對部分的媒體來表示說 這個保險箱裡面的錢的資金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甚至還分五大塊 包含是從他媽媽的老人金 以及呢陳佩琪之前的所賺的錢 還有柯文哲的演講稿費等等 這個1628萬的金流 很有可能就是今天 檢方要來跟柯文哲釐清的重點之一 稍後有這些消息 我們都會來持續幫大家掌握 先將時間還給台北棚內